大家看这样一条非常奇特的消息 没有病给案有病做上手术了 而且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 其实啊 手术之后 这个受害者的零件丢了什么 还不得而知呢 我们来详细看一看具体的情况 早去医院做检查 在没有家长在场的情况下 直接被手术开刀 又在手术过程中 被逼迫交钱向同学和借款平台借款 事发后被查出此前检查结果 纯属医院虚构 这样一起恐怖异常的恶性事件 发生在陕西安康 令人发指出离愤怒 这是我今天看到这条消息后的第一反应 10月4号 有家长反应 孩子小鹿放假在家浏览手机的时候 弹出一个安康心安医院的医生咨询窗口 小鹿刚好身体有点不舒服 就打开咨询了一下 对方没有回复小鹿咨询的问题 只是不断要求他到安康医院来咨询 来到医院后 一名姓曹的医生开了两个检查单 检查以后 曹医生示意护士将小鹿带到手术室继续检查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医生竟然直接给小鹿进行麻醉 做起了手术 而小鹿还一直以为只是在做检查 手术中途 医生停下来让小鹿在三张单子上签字 包括宫颈心肉手术同意书和费用单 还是未成年人的小鹿才感觉到不对劲 要求下手术台给家长打电话 却遭到医生制止 说手术血流不止 很严重有生命危险 让小鹿有多少钱先交出来 小鹿将所有的1200多块钱全部交了 医生还说不够 让他同学打电话借钱 慢性的是 这期间小鹿的一位同学 发现小鹿借款数额较大 与其惶恐焦躁 怀疑他遭到绑架 遇到危险 才电话告知家长 直到他的家长赶到医院手术室的时候 医生才草草结束了手术 家长当即质问医生 孩子现在未成年还是学生 做这么大的手术 为什么不通知家长 孩子要给家长打电话 为什么不让打 为什么把孩子弄到手术台上 中途还让他打电话借钱 难道家长没有钱给孩子看病吗 手术同意书 为什么不在手术前签订 为什么家长没签字 就给孩子做手术 当家长看完检查报告单后 更是怒不可遏 手术同意书上 所称摘除的所谓吸肉 根本不存在 检查报告单显示了没有吸肉 小鹿不明不白的挨了一刀 面对愤怒的家长 医院的院长则轻妙淡写的说 对曹医生手术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我们要对他进行处理 该罚款的罚款 该开除的看有通报 迅速成立了安康市 新安医院有关问题 调查处置工作组 下设四个工作小组 当前工作组已经进驻 安康医院依法依规 开展调查处置工作 调查处置情况将及时通报 诱导未成年人就医 虚构检查结果 在当事人不知情 家长不在场的情况下 直接进行手术 手术途中 逼迫当事人交钱借款 平台贷款 阻止当事人离开 打家长电话 有谁能想到上述一切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发生在一家公开营业的 医院当中 我不知道该如何准确 判断医院的行为 但直觉反应 这应该已经涉嫌了 医疗欺诈 限制未成年人 人身自由 故意伤害等等 一系列犯罪行为 白鱼天使变成白鱼杀手 这有多恐怖 我不知道当事人和家长 是否已经报警 但事件既然已经被报道出来 难道当地警方 不应该第一时间介入吗 警方有独立的执法权 和地方成立调查组 组织工作并不冲突 说实话 就算此时此刻震惊之余 我对此事都有难以置信的感觉 希望事件得到彻底的调查 让这样的作恶者 受到最严厉的追究惩处 感谢观看